大家好,这儿有一位女性朋友,也是一个文史、地理、历史、国际关系都是很擅长的、水平也不低的朋友 她在讲英国的跟光荣革命相关的话题 我们听听,谢谢 对于所有的朋友应该都不陌生 这个光荣革命,它是英国为了限制王权,邀请荷兰领导人威廉带兵到英国当国王 因为整个过程基本没有流血,所以英国人把它叫做光荣革命 他说这个威廉好像有的书籍给他翻译成叫奥兰治亲王 英国这个光荣革命对英国的结起非常重要 一方面呢,它完成了英国革命上没有实现的目标 就是我昨天讲的确保制度对王权的制约 那么另一方面呢,更重要的是 它使英国就此告别了革命,告别了内战 这一点其他欧洲大国可都没有做到 如果以后有时间可以分享德国、法国 但也许我们不知道的是 这么重要的光荣革命很可能是不会发生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先回到光荣革命前的历史现场 复辟国王查理二世死了之后呢 接下来的詹姆士二世仍然进一步扩大皇权 还想在英国恢复天主教的地位 那前面讲宗教改革的 那个昨天我讲过 英国的国教,它是新教 那么英国的上层社会和老百姓 它都是非常看重这个国教的地位的 那么天主教势力呢 不能卷土从来是一个底线 所以詹姆士二世的做法 不仅碰了英国人的这个政治底线 还碰了英国人的宗教信仰底线 这个问题就很大了 那是不是英国马上就爆发二次革命了呢 并没有 英国人对四十年前的革命 和克伦威尔的这个铁丸统治 记忆犹新 昨天我提过克伦威尔 那么真的是无想再革命了 克伦威尔是护国主嘛 后来他去世了 那他们的打算是什么呢 就是熬过去 因为詹姆士二世继位的时候 52岁 按当时的标准呢 已经算老人了 如果大家记得 我在分享那个人类的这个麻疹 起这个天花 对天花的时候 我介绍过詹姆士二世 他继位的原因是 因为前国王 没有人继位了嘛 所以他来了嘛 那52岁 又没有儿子 只有两个女儿 那这两个女儿呢 都是新教徒 所以呢 只要等他一死啊 王位就一定会传给一个新教徒的女儿 这样至少国教 不会被天主教取代 那王权呢 英国人呢 认为慢慢的也能限制回去 所以呢 原本的历史进程 很可能就不会发生革命 那这两个关键的事件 大家就可以明白说 革命它是偶然的 那在1688年的时候 就出现了这么一个神秘的男婴 那一年呢 王公中突然传出消息 说王后生了一个男孩 在绝大多数英国人看来 这件事情匪夷所思啊 国王这么大岁数了 怎么会突然有个男孩 而且这件事情也太巧了 这个男孩的出生啊 正好能够满足国王 恢复天主教的意愿 为什么呢 因为有这个男婴王位呢 就不可能再传给他两个新教徒的女儿 一定是传给他 而国王和王后啊 也一定会把他从小培养成一个天主教徒 这样英国国教就完蛋了 所以呢 大家就怀疑啊 这个婴儿根本就不是国王的亲生儿子 那么这件事本身呢 就是国王要恢复天主教的地位的一个阴谋 在这种情况下呢 英国人那种想熬过去的打算 就不成立了 只能被逼着进行二次革命 所以说呢光荣革命的爆发 就带有很大的偶然性 那另外呢 这次革命之所以被叫做光荣革命呢 主要是因为没有大规模的流血 这也有很大的偶然性 二次革命是英国上层 邀请荷兰的领导人 威廉将军在英国登陆 这实际上啊 是外国武力 干涉英国内政 对吧 那这个时候呢 英国军队他是完全可能进行抵抗的 如果抵抗 那就是一场持续的战争 历史进程呢 很可能就不一样 但这个时候呢 国王正是犯了两个愚蠢的错误 第一个错误是拒绝了最后一张牌 那就是法国的支援 第二个错误呢 是任命了一个叫约翰丘吉尔 在这里我们提一下 他就是后来二战英国首相 威斯顿丘吉尔的先祖 这个当时的丘吉尔 他是一个贵族 他来当英军的主帅 率领 这个差不多全部的兵力去 主击威廉登陆 那结果啊 这个主帅和主动革命的那一派人 有联系 而且很会见风识舵 他觉得形势不妙 就干脆战场倒戈 欢迎威廉 这样一来呢 詹姆斯二世彻底完了 只能逃亡 那威廉呢 才能够兵不屑任的 进入了伦敦 和他的夫人玛丽 共同当上了英国国王 所以这个临时倒戈的主帅 约翰丘吉尔 也代表着一种历史的偶然性 那听到这里 或者你会觉得 光王革命这么重要的事件 为什么好像都是偶然性 在起作用呢 实际上啊 这一点都不奇怪 因为偶然性 就是一个突然出现的变量 那抓住了这个变量 后来的整个发展进程 都可能不同 大到一个国家 小到一个个人 其实都是如此 当然光荣革命 绝对不只是王位的更迭 那光荣革命真正的内容 实际上是威廉和玛丽登基以后 英国进行的政治和法律制度的重置 这种不是偶然性 这是对偶然性最大限制度的运作 在讲到这个光荣革命的重要内容的时候 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就是权力法案 它奠定了英国君主 立宪的基础 那权力法案 它的历史的重要性啊 其实它虽然只是 一个总纲性质的东西 实际上就是把大宪章开始的那些原则 权力它会到了一起 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确认 比如只有国会才可以征税 人民可以自由情愿等等 那如果只有权力法案呢 这些高大上的原则 在下面没有具体的东西作为支撑 那么制度约束王权这个目标 在实践中呢 它一定又要大打折扣了 所以比权力法案更重要的 实际上是权力法案以后 通过的一些具体的法律 有一些地方的考虑很深 也很实用 这边举一些例子 权力法案里面的 兵变法规定了 如果国王征召一支军队的话 只能维持半年 不能再多 否则议会不拨款 这样一来 实际上国王就没有什么兵权了 他不可能再用努力来对抗国会 那我们说到这个英国 因为我一直在强调它的制度 所以会介绍一些法案 为什么叫三联法呢 这项法律规定 一届议会任期最多三年 三年以后要改选 这就是说议会有了自己的法律章程 到时候自动召开 自动改选 国王呢也不能影响 所以以前那种国王高兴不高兴 就不参加 不召开议会 或者是动不动就解散议会 那从此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 他的叛国法的目标 他也是限制国王 那以前呢 英国国王的一件有力武器 就是宣布别人 你叛国 那这帽子一扣下来 就可以讨伐了 而这个法案恰恰就是详细的规定了 什么到底什么才是叛国罪 叛国罪第一次有了明确的界定 这样一来呢 国王不能再以叛国罪为借口 来清除反对派 实际上就是 叛不叛国 国王说了不算 法律说了才算 王位继承法 法律呢 不仅规定谁才能继承王位 同时还规定呢 国王要发誓效忠英国国教 这就把信仰规定了 那天主教徒不能当国王 而且未经议会同意 不能向其他国家发动战争 所以宣战权也从国王手里 转到了议会手里 更有意思的是 国王未经议会许可 不能出国旅行 那所以我们这些都可以看到了 国王的权力 已经被大大的削弱 被制度和法律 牢牢地控制了起来 这些具体的法律和制度 实际上是从各个方向 支撑了权力法案里面 那些高大上的原则 所以英国革命 它真正的内容 就是以权力法案 为核心的一个系统性的 这种制度的重建 所以它英国光荣革命 这种不流血和控的过程 以及后来系统性 法律和制度的重建 实际上就是为英国 一种用法律和制度 来解决问题的重建 一旦有了这种重建 英国也就有了 它的路径依赖 就不再需要革命 那光荣革命 就成为了英国 告别革命的一场革命 根本的原因 还是要回到 它的制度精神 那明天呢 我会继续分享 英国的税收 这是罗浮宫里面 人气最高的一张画 拿破仑一世加冕扎典 它的画面呢 见证的是法国历史上 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 那边是1804年 拿破仑在巴黎圣武院的 加冕大理 围绕着这幅画呢 我要和大家开始 开启这个人类平等 这么一个流天之旅 这幅画长近十米高六米 可是相当于两层楼这么高 画里面呢 有150个人物 每一个人 其实都是栩栩有声 在这幅画里面 大道气势 红 就是灰红的 这个圣灵院殿堂 小道人物 这个披风上面的绒毛 可以说非常的精致 那玻璃大小姐呢 其实对法国啊 罗书宫啊 都非常有深刻的 这个诠释啊 她是一个很有学问的 奇才女生啊 也是我喜欢的老师 那顺着画家给出的光线 我们的目标呢 和眼光首先就会被 画面中的拿破仑所吸引 她高举着皇冠 正要为皇后 约瑟芬加灭 这两个人呢 她都是穿着极其华丽 在阳光下是一声辉的 那一般人站在这幅 六十平米的画作前面呢 其实是会感到非常震撼的 但是我想她终究就是一幅小画吧 那么这样的 但是她却是一个历史的大画卷 成立法国社会才逐渐的稳定下来 那这中间是经历了八十年的混乱 而拿破仑呢 就是在这个时候登场的 那么在这个画里面呢 她是脱下军装 披上了加冕的长袍 然后戴上了皇冠的那一刻 拿破仑的权力达到了顶终 当时她的宫廷画家 新古典主义画派圣首雅克 路易大卫 他是这样去描述这个时刻的 首先呢大卫是 他是用一流的这种写实的画工 为我们还原了那个盛大辉煌的 加冕城场景啊 这是当然是拿破仑想要的 因为他想让自己加冕的那一刻 成为永恒 想让所有的人都真实的感受到 他已经成为了一个帝王 因为我们不要忘记了 在欧洲他是这个军权神兽 那画家大卫呢 他把画画得那么大 是想往里面放下150来号人 他们都是来参加这个加冕典礼的 有各个国家的贵族大使 当然还有拿破仑的亲人 所以我们不得不承认就说 这幅画真的是新古典主义画派里面的真品 要知道这样的画派啊 最大的特点就是他的写实 那么大卫呢 他将这一点是做到极致的 因为画里的每一个人 他的表情都是一清二楚 而且呢 巴黎圣母院内部的装饰啊 加上了绿色的帷幕啊 这都让家面多了一丝宫廷式的这种戏剧感 在整个画里面 大卫他所描绘的是最为经典的人物 当然就是拿破仑 那么我们要注意一下他的细节 就是他所呈现的是拿破仑的侧面 他头上戴着黄金与钻石打造的桂冠 身上穿着金色香边的白色天鹅龙上衣 那外面呢 还披着银剑 红色的披风 上面绣着老鹰的图案 那这个桂冠和老鹰 这两个符号 请大家注意 它是罗马时期 就是帝王的象征 大卫这样去描绘拿破仑呢 难道只是在艺术上处活吗 这样说的确也没有错 因为新古典主义画派 他除了写实 另外一个很大的特点 他是复古 但是他真正的意图呢 在我看来就是因为 拿破仑对罗马的 古罗马的这种热爱 他一直是希望能在法国这片土地上 建造一个像古罗马一样的 伟大的帝国 这一点呢 从他在巴黎所见的大量的 仿古罗马的建筑上 我们都是可以看出来的 比方说凯旋门 可能很多旅行欧洲的朋友们都会 都很喜欢会去凯旋门的 那么大卫作为拿破仑的宫廷画家 他当然是对他老板 拿破仑的心思 居然是了如指掌了 那为了美化拿破仑的 这个帝王形象啊 凸显他的至高权利呢 大卫甚至他是不惜造假 所以在这幅画里面呢 他有多处是虚构的 比方说呢 一般皇帝加冕 他都是乖乖地跪在 这个教皇的面前 等他为自己戴上皇冠 但是拿破仑倒好 他是直接走到祭坛前 拿起皇冠 自己戴上 这就相当于拿破仑是 自己为自己加灭 但是大卫原本他画的 这个场景的草图啊 后来他又删掉了 那估计呢 他是怕舆论压力 他吃不消 所以后来大卫所画的 也就是存留下来的 这幅画已经是 加冕完的拿破仑 正就是说 特别的威风的 为他的皇后 约瑟芬加冕 所以不得不说 大卫他是一个老滑头啊 这样一来呢 他就能够完美地避开 拿破仑为自己加冕 这么一个虚构的荧幕 加冕的那一天呢 叫